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下午好 2010年匆匆而过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更加有白鸡过戏 谈子与灰间的感觉 2011年匆匆而来 每年一度的订货会也如期而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每年一度的感恩答谢会 及新书推介会 今天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我代表广西师大出版社全体员工 对今天各位朋友的到来 和各位加倍的光临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在过去的2010年 广西师大出版社 我们可以拿出来向大家报告的大事情好像不多 但是也有几件聊以至味的事情 可以与在座的各位分享 在2010年 广西师大出版社按照中央的部署 完成了出版社的转期改制工作 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更名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同时从2009年启动的 以股份制改造为特色的 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搞活的工作 也在继续推进 而且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在出版社精根细作支持项的指导下 出版社的效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出版社的经营质量应该有所提升 2010年出版社的发行马羊5.9个亿 比2009年的6.3个亿下降了4000万 销售收入3.1个亿 也比2009年有所下降 但是利润基本持平 那么就是在降低成本 加强管理方面 也应该说出现成效 由于我们的努力工作 在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上面 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和鼓励 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的评奖 我们的道光之宣统年间的梁架表入围 在第11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 因为出评100本书 广西四大出版社入围15种 在08、09两年的深圳读书月的 出评100种书里边 广西四大出版社是各以8本书入围 那么10年我们有15本书入围 占15% 因此也荣幸地获得了 主委会颁发的 从2010年首次开评的年度制进奖 被推举为年度制进出版社 出版社二十多年来 从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建设的道路上走过来 2010年我们启动了文化品牌建设的工作 在2010年的秋天 我们在北京 既是北京公司 广西四大出版社最早组建的地方公司 北京公司成立十周年 我们举办了理想国文化沙龙 在三天的时间里边 以13场讲座 两场互动的报告 为何心 凝聚了近七千年轻人 参与 我想理想国作为文人的理想国 作为广西四大出版社的文化品牌 我们今后将不断的推进 随着出版社的发展 出版社 十五年来 一直在举办的一项公益活动 资助广西少数民族女同班 第六个女同班也正式开办 十五年来出版社 投入近百万元 资助了近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女孩子上学 从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第一届 资助的女同班 现在已经毕业 回到出版社工作 作为一个企业 应该承担着社会责任 我想广西四大出版社 在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 也会尽自己的 尽力尽自己的责任 这未来的 已经来临的 2011年 作为一家出版社 我想 说好说 仍然是我们的重要的工作 我想大家的 带着里边 有我们的新书的目录 那么如何 在合作共赢之路上 取得新的发展 和探索新的道路 也将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在我们的新书书目上 大家可以看到 民国书 跟民国相关的书 关于民国的书 是广西四大出版社的 一个重点 为了一百年前的兴判 也不仅仅是为了 一百年前的侵害 那么实际上 几年前 更早 我们就开始 关注民国 一百年前开启的 一百年前的侵害 开启的民国 为我们留下了 太多的东西 有物质层面的 有精神层面的 思想领域的 文化领域的 何谓民国 这就是民国 今天的主题 论坛 将带我们 一起 吸取民国的营养 在我们的 大国会正式开始之前 有一个 需要提醒大家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 已经把自己的名片 都扔到门口的 那个箱子里面去了 今天的 年度大奖 是一个iPad 所以大家来 别忘了把自己的名片 扔到前面 门口那个箱子里面去 我们有幸的请到了 在中国思想文化界 非常活跃的 贾张科老师 王军老师 钱李群老师 张明老师和陈丹青老师 张大春老师 作为当下最优秀的小说家 我想众人皆知 但是 作为有三十年 主持人经历的 另外一个 张大春 可能我们之之不多 所以下面我们有请 今天的各位嘉宾 并且把话筒交给我们的 正式活动的主持人 张大春老师 有请各位嘉宾 有请张大春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何社长 各位嘉宾 以及各位媒体的朋友 我今天奉到的命令是 讲话不得超过五分钟 所以我尽量 小妈妈在三分钟之内结束 题目是 这就是民国 我仔细看了好几遍 包括给我的文案 包括 现场的招牌 还好 上头没有问号 或者是 扩胡 这就是扩胡 民国 整体来看 一百年前 辛亥之后 这个世界上诞生了 一个 号称民主的国度 可是经过多年的风雨飘摇 唯一震撼 好像这个民国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 或者社会变迁脉络上 产现了不同的风貌 而这些风貌 似乎又 总在 某一些现实的 或者特定历史的 一个背景之下 成为 对于过去事物 包括我们说的生活 包括我们说的文化 包括我们说的理想风尚和趣味等等 不同面向上 产生了不同的解释 主办单位希望我来说明一下 什么叫 这就是民国 这个题目我想 不要说我讲 在所有的朋友们一起讲 讲他十年也讲不见得 讲得清楚 或者讲得明白 或者讲得不见得令人满意 我只能这样说 在 一个遥远的感动上 我们大家恐怕都是一致 台湾的一位著名的诗人 郑仇宇先生 曾经有一本 有一本诗集 也是一首长诗 叫伊波 写的是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逝世 几十年 一个在一个周年纪念上 郑仇宇 发表了他的诗 里头有那么两句 描述着民国诞生的时候 赋予他希望 赋予他憧憬 赋予他 长远的期待的 有那么两句诗 说 教师 老师 教师转身在黑板上 写下民国两个字 历时 就立刻 一堂学子 便快意的哭了 我在民国七十年 也就是一九八一年 真正仔细读这个诗 当时这个诗已经 发表了非常多年了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眼泪 从眼眶里飞出去了 我相信 不只是这两句 整个民国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的 这个事件 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挫折 在国际上也有 这个 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雨飘摇的地位 可是 毕竟在今天 我们回头看民国的时候 发觉 越看 面向越多 越看 这个思维越细腻 我今天是来听课的 特别为各位介绍 这五位嘉宾的第一位 贾张克先生 他即将在今年四月 开拍他的片子 在清朝 看起来 也跟民国的出现有关 我们请热力鼓掌 欢迎贾张克大理 大家好 可能 对我来说民国 一直是一个非常 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遥远的 一个过去的 一个 时代 但 实际上民国还在 他只不过是 在台湾 我自己出生于1970年 所以当我懂事以后呢 我觉得就开始在这个县城里面游走 那么 改朝换代 县城的墙壁上 可以画上 你办事我放心 画上这个画国锋 跟毛泽东 这个交流的这样的画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标语 圣瓦洞 广基梁 那这些新的革命的符号 新的意识形态符号 其实 它是写在什么上面呢 是写在县城的 那个教堂的围墙上面的 那个这些新的语言 新的 新的观念 可以出现 但是那个教堂 它还在 所以对我们小孩子来说 这个 这个建造于民国初年的教堂 是一个非常神秘之所在 这里面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子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去楼空 留下来的反而是 更多的是一种想象 那个教堂处立到那之后呢 他也没闲着 里面是做什么呢 这个教堂变成了 一开始是这个县里面 乒乓球队的这个练习 打乒乓球的地方 后来又变成县政府的这个招待所的这个食堂 外面那种非常稀释的 甚至在玻璃上还能看到彩色玻璃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们小孩子就不知道了 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想象 但有一点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县城里面 曾经存在过教会 曾经有非常 而这个教会呢 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公礼会来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三西 这个西南 这个非常偏僻的 这个异域之地 曾经有传教士 曾经有带来了这个宗教 带来了新的这种观念 但是在我这个小的时候 可能只能是想象了 那么由这个教会又产生的就是我读书的那个中学 我读书的中学是飞扬中学 也是这个基督教公礼会建的一个教会学校 就是 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很奇怪 我觉得可能都一直保持了这个 保持了这个 这个过过过过圣诞节过新年的一种习惯 那在我读中学的时候 呃 虽然我们都不信教 但是这样的一种 学校的这种呃制度被保留了下来 我记得有 我在上高二的时候 有一年突然那个 这个学校大扫除 然后食堂开始改改善生活 说是这个 这个驻 驻华的美国大使 恒安时要回来学校 那么就是说 为什么是回来呢 然后这个年纪 长一点的老师就会讲 说这个 在民国年间 这个恒安时的父亲 这个美国人 他在芬阳中学教英语 呃 然后恒安时呢 就出生在芬阳中学 呃 甚至传说 他会说中文 但是说的是芬阳话 所以我们就很 很好奇 这样一个出生在民国 出生在芬阳中学 这样一个大使会是什么样子的 结果他来了之后 呃 在学校里面走 最后留给我们学校 一台放映机 这个 这台放映机 那个同时呢 就是又又留了一卷胶 胶片 这个胶片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纪录片 是这个芬阳中学 在抗战的时候 由芬阳迁到这个 呃 由芬阳迁到这个 四川的时候 一路上拍下来的记录 你可以看到 在战乱的时候 整个一个山西的中学 怎么样辗转到西南去 呃 就是那个 一路颠簸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想啊 原来在那个时代 在芬阳还有电影 还有人在拍纪录片 把把这样的一个学校的 迁移能拍下来 呃 而且还还还行走着 这样的一个教英文的老师 他究竟带来了什么 带来是学校的网球场 可能也有学校的丁香树林 可能后来那个网球场没有了 丁香树林还在 变成了我们早恋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 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一个 一个事情 说 这 那过去的这个 呃 芬阳是有 有这个围墙的 整个这个民国年间的那个 传说有 围墙上有两只铁验 然后我们说是那个 因为这个 改朝换代到 到这个 到四九年之后 这个铁验飞走了 然后 一直对我们的小孩子来说 是一个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 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在前不久 就是 就是有人帮我在 美国的这个 跟芬阳中学一样的一个 这个 呃 这个一个教会办的 这个大学 叫卡尔登大学的 资料馆里面 找到了大量的 那个时候 美国老师拍的 芬阳的照片 我在一个 两个年轻老师的 那个身后 看到了 城墙上的 这两只铁验 那后来就 因为我要筹拍在清朝 我想还原那个 这个 这个晚清到民国初年的 这个 呃 芬阳的 面貌 所以就 就找到了这个照片 然后就 就就就就了解 原来那个铁验 它没有飞走 是被拆除 拆到了这个 省里面的博物馆 它变成了一个 博物馆的产品 同样被拆掉的 还有 城墙外面 远处山里面的 这个 一个 我们叫老爷山的 一个道教的 一个建筑群 为什么会把这个 整个道建筑群 拆掉呢 是因为 县里面要 开始要建 大礼堂 所以把这个 这个 有有有几百年 或许有 上千年历史的 这个建筑都拆掉了 变成了县里面的 一个电影院 变成了县里面 开三级 干部会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礼堂 那个 那个 道观就 消失了 那么 也就是说 通过 这些建筑的 遗留物 我们可以触摸到民国 在 在一个这样的 一个小的县城里面 同时存在着 道观 同时存在着教堂 同时存在着庙宇 同时有中学 那 那 当 民国在这个 大陆的土地上 消失之后 这些东西也消失了 但是人 没有消失 我记得 在 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 就是小孩子 总喜欢去这个 法院里面 看审判 然后有一天 没事干 就跟同学去 法院旁听 这个审判 因为 那一天 挤了好多人 说是 这个在 在分阳 这个县城的 这个里面 出现了一个朝廷 说是 有人自分为皇帝 还有他的大臣 还有他的妃子 我们觉得 小孩子觉得很好玩 这个这么封建的东西 怎么还存在于 我们的 实在里面 所以就去听 原来其实是 这个 是有一个叫 这个 一贯道 他们秘密的组织 从偷偷地在 做活动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小朝廷 然后就被公安抓掉了 所以沿着这个线索呢 就后来就看书 就发现 这个 一贯道 其实他是在 这个民国年间 在山东几年 由这个张光碧 创立的 然后其中呢 分阳有一个 这个张光碧 有一个重要的弟子 就是分阳人 后来张光碧去世之后 他们 他回到这个分阳 来传这个一贯道 所以我觉得 他对我来说 这个现成就变得是 就是非常复杂 就是说你 有很多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信仰 存在的一个所在 那 那这个 这给我 就是对民国 产生了很 很强烈的一种想象 为什么那个时代 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时间 可以允许 可以存在 这样的 不同的 有中 就中外的 这样的一个 思想的 这个信仰的 一种 存在 那 那 我觉得 除了这些 那我觉得 我可能 谈不上 能够讲 什么是民国 但是我想 讲的是 这是我想象中的 一个民国 就是 这可能就是民国 特别是 这个 有一次 我们在那个 在这个 游走的时候 发现一个村子里面 在这个 在 在他很隐秘的地方 有一个很破的墙 很破的墙上面 写的一句话 是 阎锡山的一个语录 因为我们看惯了 外面的这个 毛泽东的语录 发现怎么还有一个 阎锡山的语录 那个语录里面 就 就 就有写到说 这个 旧国 要在 国未亡之时 底下 盐百川 那这个话 给我很 很 很深的印象 我也对 管理山西 管理统治 分阳的这样的一个 管理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追溯着他的这个 收集他的资料 会发现 原来 阎锡山也是一个 非常活跃的一个 这个 哲学的一个 爱好者 他 他研究当时 各种各样的思想 各种各样的主义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或许在民国年间 就这样的一个 学术 相对开放 自由的时代 是 其实他反映的是一个 非常有理想的一个 一个状态 无论是政客 还是军阀 还是学生 还是 学子 我们都在 尝试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主义 然后希望这个国家 有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 那我觉得 今天或许 这个 这个 广西 广西世大有一个 重要的一个品牌 就叫理想国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重提理想 因为 因为可能理想 在这个时代 是缺失的 为什么 这个时代的理想 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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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失 然后会被 被 被妖魔化 然后会 好像 理想是一个 很 很害羞的事情 我想是因为 这是一个 不怎么想改变的 一个社会 是一个懒惰的社会 是有人 希望 因为 我觉得因为理想 它随之带来的是 改变 对现实的不满 是改变现实的冲动 那我想 民国 可能是 充满了 想改变的 这种冲动 然后 或许今天 我们的失落 是 没有人愿意 有一些人 不愿意改变 所以要维稳 那最后 我特别想 讲一个 我们县城里 还出了一个 重要的画家 叫 魏天灵 他 就是说 他是在民国时候 去日本留学 然后回来当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 然后回来在小学 在中学 教美术 然后在这个抗战爆发之后 他去了一趟日本 因为在日本 因为在日本有他的这个 有他的这个老师 有他的同学 我想完全是一个私人的原因 他就去了一趟日本 然后到了49年之后 这个民国年间 他这样的一个去日本的经历 让他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两国开战的时候 他去了日本 那么之后 他非常的沉寂 然后在 应该是在首都师范大学 教书 就前不久 这个钓鱼岛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梦 就是我梦见 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了 而且就在现在 然后 在这个 武科松那边 有一个大的体育场 在开一个集会 是日本人组织的集会 我们一帮人都在这个入口处被控制 然后强迫我们要进去参加这个会议 从那个门缝里面看进去 每一排旁边都有一个日本军人 拿着军刀坐在那 然后我旁边有谁呢 我旁边有很多 有郭德纲 有张子怡 也有陈丹青老师 然后我在梦里面 我就特别难受 我说我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汉奸了 然后我要不要当汉奸 然后我就被惊醒了 惊醒之后 我泪流满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多么多么尴尬的一个选择 那这样的一个焦虑 是不是从民国传过来的呢 它是不是民国遗传给我们的焦虑 所以我那一晚 我又想到了 阎锡山被妖魔化为保守 军阀的这样的一个 民国青年的一句话 救国 爱国一定要在国未亡之时 谢谢大家 我另外有一个任务 就是在每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后 提一到两个问题 据我所知 你好像在在清朝这部片子里头 也涉及到某一些你可能会用 或者可能不会拍的材料 包括秀才抗议 秀才集体示威 这个给你刚才发言里面提到的 有人不愿意改变现状 是有关的 可以把这个材料跟我们分享一下 同时解释一下 你认为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改变 很可能是大家所期待的 我在筹备的这个电影叫在清朝 其实我把它的时间锁定在是 1899年到1911年这个阶段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武侠电影的迷 因为我从这个初中到高中 这六年里面就一直在看武侠电影 所以我特别想写一个武侠 然后当然是一个杜撰出来的 虚构出来的这个武侠故事 一直在这样筹备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就是因为我们老家有一个限制办公室 他们修限制的 他们定期的出版一个出版物叫限制通讯 就也会定期寄给我 我就翻那个这个杂志 我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宝贵 我发现其中有一段 就是到这个废科局之后 整个这个三西分阳 包括分阳周边的几个县城的 就曾经这个秀才 因为废科局 他们进行过示威游行 进行过抗议 特别是为他们的那些老师鸣不平 因为科局制度被废除之后 这整个的一代人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读四书五经 然后求公民求仕途 甚至求一个职业 这样的一个道路就被阻止了 那么从 我觉得这个这个事件很震动 我就是说 从一个所谓的大的历史的角度来看 可能废除科局 废除过去那样的教育 然后有心事的教育产生是一个 这个现代化过程里面 必有之路 但问题就在于说 在这样的一个变革 就是不能理所当然的牺牲 这么一群人 他们真的无事可做 真的给废掉了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觉得我获得了这个 这个武侠片背后的一个 实在的一个精神 实在的一个 可以依托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样的一个 发生在县城里面的 这样晚清的一个事件 它就变成整个这个电影 我的一个中心事件 那么整个电影的这个 这个叙事 也是围绕着这个秀才 示威游行 这样的一个故事 展生的 展开的 一句话 它跟知识分子 或者知识分子的处境 有关系吗 我想会有的 然后 其实对古代感兴趣 一定是 或者我们今天对民国感兴趣 反正我个人是因为 因为现在 谢谢贾大人 谢谢 我们刚刚在县城里溜达 跟着家道去 绕了一圈 我们还可以到城里来看看 王军老师 我们带来 我们知道 为我们带来了 成绩这本很好的书 那么 他还要我们来看一看 带我们看一看 从辛亥 大概要到四九年吧 北京城 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很高兴站在这里 但我也要想 像那个 家导一样 从我小时候讲起 我呢是出生在贵州的一个矿山 因为我父母亲大学毕业之后 就到那个矿山去 在那个贵州的开阳 开阳以前属于安顺 所以钱老师以前在安顺 教过十多年的书 那个时候 现在那个地方属于贵阳了 那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地方是矿山嘛 矿山就是把铁路卸过去 把当地的那些矿产之间给运走 那么跟当地的老乡 怎么说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我去上小学的时候 因为从小学来 山坡上跟这帮小朋友在一块玩 然后呢 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看 我在上学之前就看到 我那个小学校在那盖 盖得非常好的一个楼房 那么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可以去这个学校 但是跟我一块玩的 那些农村的小伙伴 就禁止不了 他们要去爬很远的山路 进那些最坏的学校去 还有我又问我父亲 我说他们为什么 不能够跟我一块 到这个地方读书 我父亲就说 因为他们是农民 所以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第一次思考社会问题 是在那个地方来思考 为什么人就不平等 那么在我看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没有太多的那种历史感的地方 因为一听广播呀 那些小说联播呀 什么的 老觉得这个潮 那个潮 那个潮 我第一次产生有历史感的时候 就是看到了民国 这两个字 因为我那个矿山呢 就是都是大山 这边是一个一个的山头 我就是小时候去爬 这边是一大片山 完全是遮天蔽日的感觉 我就一直要下决心 我能够爬上去 后来呢 我那个农村的小伙伴 在我初中的时候 他说我们爬一次 爬过去 我就老是幻想 山那边会有什么 会有大海 会有草原 会有什么 因为小孩嘛 还一爬过去 一看还是山 那么就看到这个关口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佛刊 佛刊上面就有民国 多少多少年 我当时一看 哎呦 第一次有历史感 是因为看到民国 这两个字 同时心里面又很紧张 这是旧社会 那么 我呢是 说才一小时候 今天就是小时候 一睡觉 我们那个是平房 然后呢 就天花板上 就糊着抱着 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抱着我会看的 没把我吓死 那我记得是那个 文汇报通南标题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倒叛徒 林浩奇 一串打 哎呦 多么多么那种 多么恶狠狠的语言 他我就问我父亲 我说这个林浩奇是谁 我父亲也不知道 该怎么给我解释 后来我知道 他是国家的主席 后来举的宣法 来维权 后来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我就觉得呢 后来我来北京读书 因为工作的缘故 我当记者 那么我知道 我第一次对这个国家 有一种历史的感觉 是因为看到了民国 那么我记得很深的是 我后来就跟很多这些文物学家 交上了朋友 建筑学家交上了朋友 我才知道我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那个海洋县 是那个朱喜贤先生的老家 朱喜贤是何许人物啊 是北京第一次有了 现代市政的这个建设 是由他领导的 在1914年的时候 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 那么修马路 你看中南海的那个 南面那个花墙 那段花墙是他修的 因为市政公所 以前在那个地方 是去年这个 那个花墙往南移了 十多米 这个这个 那是朱喜贤先生 你比如说 那个第一次开公园 中山公园是他开的 办那个营造学社是他办的 所以我跑到故宫去 见到善士元先生 善老是90多岁去世 善老就说 王军你知道吗 如果是梁思成 刘敦真 因为这两个都是 非常重要的建筑史学家 和那个朱喜贤先生 要在庙里面该怎么摆呀 中间那个儒来佛 就是朱喜贤先生 两边 一个文书 一个普贤 一个梁思成 一个刘敦真 因为朱喜贤先生 创办了这个营造学社 然后这个 把这两位 两位先生请过来 做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后来善老 我记得很清楚 他也是个民国人物 为什么是民国人物 善老是和故宫博物院 是怎么说呢 故宫博物院 那天开了 他就进故宫了 故宫博物院 是什么时候开的 是1924年 这个冯 冯玉祥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溥仪赶出去了 这这这真是革命成功了 赶出去了 之前 那个溥仪的 那个英文老师 双世珍说了一句话 说在北京 在北洋的时候 就是 他很奇怪 有两个皇帝 一个是在故宫的后面住着 有名无实的一个皇帝 一个是在中南海住着的 是有实权 没有名号的一个皇帝 他在任何一个国家 是吧 这种情况都不会维持一个礼拜 而在中国维持了13年 冯玉祥把他赶走了 后来 创办了故宫博物院 后来 善世元先生就进去 一直工作到他去世 那么他呢 就每天呢 就去数 数故宫的那些房子 哪些房子好 哪些房子坏 哪些房子有没有被破坏 所以每天一大岛 就好像去数 那经常跟我说 他说 王军啊 故宫博物院 不能只有后面那三个字 没有前面那两个字 所以他也是个民国的人物 所以我就觉得 有很多东西 跟民国是有关系的 我记得 后来我就写到这个 我记得我刚当记者的时候 那个清华大学的 那个陈世华老师跟我说 王军你知道吗 曾经做过一方案 要拆故宫 没把我吓死 我什么时候 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要拆故宫 我说天哪 我开玩笑吧 我就去调查 我做一个调查 我在我的两本书里面 都写到这个 要拆故宫的事情 那么我就发现 实际上这个不是个 孤立的现象 在民国的时候 也有两次 对军量对故宫的改造 一次是1923年 要把三大殿 改成这个议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三大殿 改成议会 一个理由是 是吧 我们要是在这儿 办议会了 这皇帝就没法复辟了 没法复辟了 我把他的宝座给占了 是吧 还有一次是1928年 28年那个 有一个国民政府的委员 提议要把故宫的 一切物品拍卖了 因为这是天字第一号逆产 是吧 把这些人留在这儿 是不是预备了哪一天 还要当皇帝呀 还搞一帮 搞什么故宫博物院 是吧 故宫博物院也有什么呀 进行研究给这些 封建皇帝的 什么生活起居 这些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是不是谁还要当皇帝呀 闹到一阵子 是吧 那我说要把故宫给拍卖了 那么也是在那一年 那个天安门 前面那条街 就现在每次这个 游行的时候 最中央的那个路段 有了名字了 以前都是就东西山 东西长安门之间的 那个以前叫天街 后来那个天街 名字就叫中山路了 28年北华成功之后 中山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网场西边 那个党部街 不 司法部街 把司法部街改名叫党部街 省党部街 那会儿归河北省 然后呢 这个这个到处都是 那个什么党权高于一切 啊 的那种标语啊 后来胡适 在那反抗啊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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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党权 是吧 就是军人治党而已 是吧 然后呢 那会儿还要搞政治学习 每天每天教职员工 每天学习半小时 一周学习 集中学习一次啊 后来这些胡适啊 挪动机啊 他们去反对 是吧 差点被以反革命论处 啊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 我我记得 我看党案的时候 还很清楚 就那会儿 连春节也不当过了 啊 谁要在家里面 贴贴那个春年 是吧 警察抓你啊 因为要结束 民国不心不救啊 要废旧力 要用洋力啊 这是 国父的愿望啊 所以那会儿 那会儿还出了一个 一个规定 是吧 啊 就说这个 先种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著作 谁敢讨论 这是大地不道 啊 谁敢这个这个批评啊 罪 罪该万事啊 这这也也也也很像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两个凡事了啊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就觉得 很多事情是和这个 上个世纪以来的很多事情 不是孤立的存在 那么对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理解呢 啊 我记得啊 今天是出版社请我 啊 我和那个 出版社的老 老作者秦峰先生 是有很多的合作 啊 去年他呢 是把那个 圆明园的那些照片 啊 这个1873年 拍的那些照片 他拿了拿来 帮一个展览 然后请我写一篇文章 我就写到这个 哎呀 我说这些照片 怎么变成今天这几天 石头的样子 那我就想到 啊 我就写一篇文章 来考证这个事情 我就发现 事实上 圆明园被火烧了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采石场了 谁家缺点什么 就跑下去采一去 他我就说 大概北京城也是这样吧 啊 这个 呃 黄城墙也变成个采石墙 啊 从1920年代 采了十年 啊 那么那个 城墙也是变成个采石场 谁家缺点什么东西 去采啊 这种过程一直持续到 呃 上个世纪的这个 五六十年代彻底采光 啊 后来呢 我记得秦峰先生 他后来收集很多的老照片 又收集了很多那个西洋的铜板画 啊 这个 我就看到他收集的那张瓜分中国的那个铜板画 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这个 复制一份 我说我要经常看一看这个事情 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 中国的很多事情跟这个有关系 圆明园被一把火烧掉 之前我们是天朝上国 啊 剩一把火一把 中国人的自信心给烧没了 啊 那么就 文化不如人 不如人就回两个东西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城市 因为这两个东西在积累的和进化的一种文化 所以那会要废汉字 啊 废汉字啊 你看到前一天都说 说汉字只能代表最幼稚的这种思维 是吧 鲁迅先生也很激进啊 说是要么汉字死 要么我们死 是吧 少说没有上清病况的人都可以做出判断 他后来他说 哦 这个是 我是要要偏激一点说才能够带来一些改变 啊 那么 拆老建筑也是这样啊 啊 孙科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写了一个都市规划论 是我找到最早的写都市规划的文章 就说在罗马的时候我们就不入别人了 所以我看到在五五年批梁之城的时候 官方的文件里面是 啊 你看罗马是用石头盖的 我们是用木头盖的 啊 啊 实际上 实际上他们我就觉得我最近写一篇文章啊 我说中国的建筑 是吧 它的价值是在它的一些基本的事实为方法和原则 而不是简单的木头和石头的问题 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 大家没有安下心来来好好的看这个事情来分析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有一种情绪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许从甲午海淡 再早一点 1840 那么今天又是这么一个节点 1911 我就觉得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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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我们经历的这个奥运会 经历的世博会 我们是不是能够安静一下来 好好的看看我们的过去是怎么回事 啊 对我们的先人不要有那么多的怨气 啊 我就讲这么多吧 谢谢 还是有问题 刚才黄军老师提到朱启钱先生啊 的确他就像个如来佛一样 我还记得正阳门也是他拆的 但是他拆也应该有故事 我相信黄军老师也一定非常清楚 因为拆掉一个城墙 改造一个车站 焕发一个城市 他本来也是每一个当代人的渴望 可是在技术上 在同时照顾文化生活上 以及照顾经济的这些商家的利益上 我相信一个建筑家 尤其透过一个新闻眼看到的建筑家 能够带来更多民国的启发 对我又补充一点 就是那个蔡镇安门汶城 是朱启钱先生主持的 当时因为两边是火车站 东火车站西火车站 所以交通拥挤 那个建筑师是个德国的建筑师 叫那个罗斯克德 他很有意思 你看现在那个镇安门建楼上的那些旋窗 是西式的 包括他那个台子也是西式的 两辈的装饰物也是西式的 就是这老兄设计的 这老兄实际上我认为 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没有做出来 就是在1907年的时候 就是那会儿要讨论立宪的事 要成立资役局 那么各省资役局 这老兄设计了资役局的建筑的平面 那个平面我仔细一看是个园厅 园厅 那么清政府发令 各个城市要造制役局都得做成园厅 但是呢 这个北洋的时候 那个造的那个议会 就在我们新华专院子里面 他就不是个园厅了 就是一个礼堂式的 就是个礼堂式的 就跟下面都是 就是我来讲 大家来听这种事的 那么我后来看到这个59年的时候 造人民大会堂之后我也看建筑平面 也有园厅式的 也有这个礼堂式的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希望什么时候呢 我们能把它造回成一个园厅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 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前李俊教授 还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 我都不敢站在那上头去了 他要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 不但是民国还有鲁迅 鲁迅眼中会怎么看民国呢 我是一个搞的面狗 这个本来最早通知我是说来开一个座谈会 所以我就座谈会就可以随便乱说了 后来突然宣告着我说 你不但参加还得做个演讲 而且还得报个题目 当时我就难住 我就报什么题目呢 就临时一想 那么讲鲁迅嘛 鲁迅谈民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民国没有研究 我研究的东西就是鲁迅 我只能讲鲁迅 而这个鲁迅他有个特点 因为他谈的问题非常之多 所以几乎任何一个问题 都大概都可以和鲁迅连在一起 所以我就 今天就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鲁迅的一些观点 一些看法 对民国的一些看法 那么顺便也讲讲我对鲁迅的这些看法的看法 这个鲁迅首先他是非常怀念民国的 他和民国有很深的感情 一直到1935年 就在他去世之前 他还专门写一篇文章谈到了民国 其中就说到 他说这个 假如有人要我来歌颂革命的功德的话 那么我首先要说的是 就是捡辫子 就对他来说 民革就意味着捡辫子 他说我觉得革命给我的最大的好处 最大最不能忘记的 是我从此可以榜头露顶 慢慢的在街上走 再不听到什么吵骂 因为在之前如果没辫子 那是被骂的 所以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 从乡下来 一见面就摸着自己的光头 从心底里笑了出来了 说到 哈哈 终于有了这一天了 所以对鲁迅这一代人来说 民国意味着捡辫子 那么在我理解 这个捡辫子显然是一个象征 它就意味着 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压迫的象征 同时也是一种思想的 舒服的一个象征 所以对鲁迅这一代来说 民国就意味着 他们有一次机会 一次努力 来摆脱政治的压迫 摆脱思想的一种舒服 所以他们有一种解放感 也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是一次 民国对他们来说 实际上是一次 挣脱自己的奴隶地位的 那样一次努力 所以在他身上的心上 就留下了永远的一个记忆 因此 我们知道鲁迅一般 他不大怀旧 他很少写怀旧的文章 但他专门写个学文章 来怀旧 他怀什么呢 他说他怀念的是 民国初年的 实际上不是民国初年的 应该是晚清末年的 那些我们称为所谓老新党 就要求维新派的老新党 他说那些老新党 当时他们都已经三四十岁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 三四十岁是 还很年轻 其实在他们的时代 三四十岁就很老了 所以五四有句话 人过四十该枪毙 就是人活到四十岁就不该就活了 就太老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鲁星说那些三四岁的那些老人啊 他们呢 因为要违心 要向西方学习 所以他们虽然到了三四岁呢 还在拼命的学化学啊 学数学啊 还有些日语啊 学英语啊 硬着舌头怪声怪气 朗读着啊 但是他们毫无愧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这些老新党们 见识虽然是 固然是简陋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目的 要图国家的富强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 他们学洋化 虽然怪声怪气 但是有一个目的 要求富强之素 所以他们认真热心 他们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争取国家的富强的理想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认真热心 在鲁迅看来 就是民国所留下的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鲁迅也为民国时代的人物说 去辩论的 比如当时1929年 这个西湖开博览会 大概跟我们今天开四伯会差不多啊 在博览会上 要搞一个先例博物馆 但是他们当时有一个很稀奇的想法 要搞先例博物馆 不仅要表彰先例 而且呢 要写落伍者的历史 要批评这个前辈 那么落伍者选了谁呢 选了这个 选了周荣 周荣可能在座 我就不可以跟你知道 鲁迅也做了介绍 他说周荣其实是 在满清时候 做了一本革命军 鼓吹排满 所以自属 他自己属于名字叫 革命军的马前竹 周荣 后来他说日本回国 在上海被捕 最后死在牢狱里面 鲁迅说 那个时候是1902年 所以呢 他主张的 不过是民族革命 就是推翻满清 所以他并没有想到 共和 也不知道什么三民主义 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所以后来人就觉得 在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立场上 就觉得周荣这样的先列 就变成落物子 所以鲁迅 非常感慨地说 后列实在先前进 前进得太快 35年前的事情 就这样茫然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鲁迅对民国 有个深的感情 原因就是因为 民国是一次 挣脱我们的奴隶地位的 一次悲壮的一次奴隶 所以他对民国的人 有一种怀念 有一种怀旧 而且愿意为民国 那一代人辩护 但同时 鲁迅对民国 也有很多的不满 首先他对新爱革命 怎么看 他有一篇散文 叫做范爱隆 范爱隆里面就讲到 他当时在绍兴 所感受到的 新爱革命 他说满眼是白旗 好像大家都投降了 革命成功了 但是面虽如此 骨子里却是依旧的 只不过是一些旧的乡身们 又建立了新政府了 而那些革命党人 最初是穿布衣来的 但是不到十天 也就换上皮袍了 尽管当时天气并不冷 也就说他认为 新爱革命 没有根本的解决 中国的被压迫的奴隶的状态 所以他后来写了阿克正传 他阿克正传实际上是讲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说 新爱革命的战 不让阿克正传革命 另一个就是新爱革命 其本质上 说是一个 只不过是一个阿克正传革而已 而阿克正传革命追求什么呢 就是他土工四里梦人说的 追求的是金钱 女人和权力 所以他觉得 所以后来到1925年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样一番 非常沉重的话 他说 找到了 我觉得 1925年他说 我觉得仿佛 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了 我觉得革命以前 我是做奴隶 革命以后 不多久 就被受了奴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国民 其实是国民的敌人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 都被 被人践踏了 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 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他对新爱革命 被完全失望了 这是他在1925年 到1926 到1931年的时候 他就做出了 更严峻的一个判断 当时1931年 当时国民党 因为实行不抵抗政策 丧失了东三省 所以当时很多大学生 都起来 到南京去游行 去示威 结果当时国民党 政府发布一个公告 说你们这些 青年生来捣乱 你们这一捣乱呢 就弄得国将不国 国家不成国家 所以鲁迅在一片半上 就追问 你是什么样的国家 然后他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党国 谁知道你们是要维护党的国家 也就是说是一党专政 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鲁迅就看到了 这样一部历史 民国怎样演变成 一个党国的历史 最终演变成 一个党国的历史 所以在他看来 他很沉重的看来 就是 虽然新爱革命 民国是一次 摆脱奴隶地位的一次 悲壮的奴隶 确实也获得成功 但是最后 中国人仍然没有走出 被奴隶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鲁迅 在曾经讲过 中国的历史 他是由 做我的奴隶的时代 和想做奴隶 而不得的时代 一个循环 但在他看来 新爱革命和民国 仍然没有走出 这样一个历史的 一个循环 而且他预计 这样的 没有走出的循环 还要继续下去 这就是1936年 他去世前三个月 他在一封信里提出来 说我的 阿Q正传的真正的意思 人们还没有搞清楚 那么鲁兴写 阿Q正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在一篇文章里 讲得很清楚 我写阿Q正传 我不是写 二三十年 我写阿Q革命 不是写二三十年前的 新爱革命 我写的是 二三十年后的 中国的改革 他用的是改革定词 我所写的是 二三年后的 中国的改革 也就是他预感到 二三年后的中国改革 可能依然也是阿Q革命 依然没有走出 这样一个 或者是 做完了奴隶时代 或者是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没有走出 这样一个历史的外圈 因此 鲁兴得出了结论 他说我们希望 有一个第三的 鲁兴提出来 年轻一代的使命 就是要使中国 走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 第三种时代 就是走出 做完奴隶时代 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时代的 这样一个历史惯宣的 一个第三样的时代 就真正的 摆脱奴隶地位 真正的使自己成为 自己的命运的主人的 这样一个 新的一个时代 那么要做到 这样一个时代 应该发生什么精神呢 鲁兴特别的提到了 孙中山的精神 他认为孙中山 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 鲁兴这样解释说 孙中山先生 一生的历史俱在 他战出这个世界 他就是革命 失败了 还是革命 中关民国成立以后 也没有满足过 没有安逸过 他从来不会满足现状 也没有安逸过 仍然继续地 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直到临终之时 他说到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我想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民国 可能还是 斯诺塞仙这两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虚努力 完了 各位 我们一定还要追问 钱老师 一两个问题 首先 我们知道 摆脱奴性 在民国 一直从民国 照照 一直到 哪怕到今天 都好像还是许许多多人 关心的一个议题 可是融入到 您也关心的 教育问题里面来看 教育 不管是今天 或者是民国 废了科举之后的 新式教育 在有哪一些基础上 会帮助我们 可能摆脱更深的 儒信 或者能够解脱 那个真正 阶级上互相压迫的 那种关系 这是一个 这同时 是一个永远 在我看来 是个永远 不能实现的 教育的梦 但我觉得 我的理想的 教育观念 教育最基本的 一个东西 就是使人成为人 所以我曾提倡过 立人 我觉得教育的根本 这也从陆勋思想 衍生过来 就是立人教育 我在很多场合 都在强调 立人教育 所以教育的根本 是立人 而立人的 其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摆脱这个奴役的状态 就是成为一个 独立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 现在的教育 可能离开 立人的理想 可能是越来越远了 但我现在也没办法 无法抗拒 这样一个强大的 一个力量 现在我的一个 新的教育的一个理念 就是帮一个算一个 就帮一个人 把他扶起来 这位人 然后就算了 就达到一个目的 当这个人将来 因为教育的力量 比社会力量 就弱得多 即使我在学校里 把这个人培养成人了 他出去以后 可能又变得不是人了 那我也没办法 对我来说 就是只能敬眼 那么这也是 鲁迅思想叫什么呢 叫反抗穴望 您也是在出了 很多伟大的教育家 对吧 这个 从蔡元培先生 傅思年先生等等的 那么在您的心目之中 还有没有哪一些 教育人物的典范 可以作为我们今天 几例例人 几大达人的模范 所以你刚才讲到 其实上 这个我们的教育思想 其实就是两种教育思想的对立 一种例人的教育 一种非人的教育 对吧 那么蔡元培应该是 他提倡的 所谓兼容并包 所谓思想独立自由 它就是一个 例人的一个教育 高取 这样一个 一个很高的一个标识 但我个人 我更尊重 和我更感兴趣的是 陶行之 陶行之 还有包括叶阳初他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更关注乡村教育 更关注乡村教育 而我自己也确实 这些年特别关心的是乡村教育 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乡村的那些孩子 谢谢钱老师 有一句非常知名的英文俗言 叫做 You will never know where education stops 你永远不知道 教育会停在哪里 也许今天 我们在座的 受到钱老师的一句话 立一个人 当一个是一个 这句话 你如果一直记得 你可能这一辈子 将来无限的会帮助更多的人 假如这些人 也把这个话带出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endless education 接下来我们要请 我昨天才认识 然后非常崇拜他的 张敏老师 他刚刚出版了 这个星骇摇晃的中国 跟着他摇晃一下 说不定摇晃了中国 非常地荣幸能够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跟这几位 一块儿在这跟媒体人说几句话 这个 出版社给我的任务是说 让我说一下民国的媒体人 这个题目太大了 我也知道大家都想 挺想说媒体人的 因为民国媒体人很牛 而我们的媒体人呢 也想牛 但是呢 有人比你们还牛 所以大家都很渴望 都特别向往 但是呢 我现在在这儿呢 只能说一点 辛亥式的媒体人 这个 辛亥是一种革命 一种革命 这个不是一个地方 辛亥呢 这个就是 他是确实一个 中国第一次 中国第一次媒体人参与的革命 或者媒体参与的革命 在之前你不管他是农民企业也好 还是造反也好 基本上 中国没有媒体 但是辛亥的时候呢 已经有媒体了 革命党人办媒体 一切党人也办媒体 还有些人 想发财的丧人也办媒体 这个媒体呢 很有意思 就是他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革命党人的媒体 我们知道还有民报 在国内还有 先是上海的是 民呼报 民呼报被查封之后呢 就变迷语报 没有 两个手眼睛挖掉了 民意报再又封掉呢 就办民意报 这么不屈不挠地进行革命的宣传 我们知道当时的民报 虽然这海外办 也是经常会偷印出来 偷印到国内 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在乎 也很在乎他们自己的形象 很在乎他们自己的通俗性 我曾经查到过他们还有漫画 虽然漫画画得不是太好 不像现在我们今天这么多漫画高手画的那么巧妙 也就是像我看的那些漫画 也就是像那些 那个街头墙边那些骂人的东西 谁是大包妈之类的这样东西 但是其实在当时也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的 比如说在当时在武汉 武汉我们知道 武昌起义就在武汉发生了 武昌起义前一年呢 武汉有一个报纸叫做大江报 大江报谁办的呢 詹纳贝和何海明两个人办的 办了一份小报 这小报很有锐气 除了揭露地方官之外 他们揭露地方官是非常到位的 不是非常到位的 是非常犀利的 非常不讲情面的 子民道姓的 而且他们还公然的鼓吹革命 有两个时评 一个叫和平者是物中国也 另外一个叫做大乱者 治中国之妙药也 时评 其实有一个时评呢 就是后来我们的很大 北大的教授黄凯先生写的 当时黄凯 当时黄凯不是学问家 也不是教授 他跟我差不多 老写视频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呢 如果搁到今天 那就可能问题就大了 当时 也没有 就是也不是没有事 他们报纸呢 也被关了 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呢 也被抓了 严格的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 其实官方就是说 我贴出了一个查封 你们走就走了 我不管你 但这两个人就飞要去 飞要去 官厅去 而且当时在他们 在这个查封过程中呢 全国的媒体 都在声为他们 这俩人在法庭上也非常牛 非常非常牛 经常是 经常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法官怎么怎么 怎么声色距离 而是他们两个声色距离 经常把那个法官骂得是抬起头来 后来法官说 这样吧 说你交一笔钱 我们还让你开 他说没钱 我们宁肯坐牢 但是呢 也有的媒体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 不是这么 这么硬顶 比如说 三西人在 在哪 在这个北京办了一个国风日报 他们就比较巧妙 不巧妙 他们经常是什么呢 经常在这个 经常鼓动一些地方的风潮 你比如说三西 我们知道三西的武昌 就是三西的辛亥起义呢 是最痛快的 为什么呢 三西的新军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人 军官们 但是这个事怎么实现呢 就是一把这个媒体啊 搞了个名堂 他们把当时的 就是1910年的三西 三西的这个巡抚啊 叫丁宝全给他搞掉了 他们搞了一个事件 把他搞掉了 然后呢 这革命党人就换上去 而且在革命 在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 还特好玩 这个他首先第一天就 发出了一个大报 一张靠外 报道这个起义的消息 警察说这不行啊 你这么这么样的 就是你鼓吹起义一样了 说你以后不能报 第二天呢 他就来了一个 天窗 大天窗太大了 整个一板全天窗 后面也有张小字 说 啊 本报获得武昌前线消息甚多 但是警察不让登 北京人一看这是了得 说这这这就一板全空了 那武昌那不是怎么样的 警察一看这也这这不更麻烦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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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登什么登什么 啊 就当时就是第一 就是我据我查到的 中国媒体第一次开天窗 就这么开的 那个天窗开的吧 还真有点像 后来那个南方 南方周末啊 形式都很像 南方周末后面 底下写杨小军说 在这里读懂中国啊 他那是叫 差不多啊 形式很差 很像 我怀疑是他们是学的啊 这个值得一提的是说 当时的媒体人 其实是很 很多人都很穷 不管他是哪一类媒体人 不管是革命党的媒体人 还是立政党的媒体人 还是一般的媒体人 都很穷 他们偶尔会富一下 尽管他们很穷 尤其是革命党的 这些媒体人 他们都会得到一些 美女的青睐 所以像比如像 国风之报啊 像《迷离报》 他们的编辑 基本都在堂子里 进行 编辑会议在堂子里一起 什么叫堂子 这是我们的 今天的歌舞厅 对的 一样的地方 小姐们都非常免费的 给他们来 进行编辑赞助 做这样的工作 非常愉快 对他们编辑 别人 别人 是要多拿钱的 他们是可以设账的 很幸福啊 很幸福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实际上 这场革命 不是媒体人把它 鼓掏起来 媒体人也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这个力量 完全没有这个力量 无论媒体人当时的情况 比如说当时 当时武昌起义 发生的时候 各种各种都在搞起义 媒体基本的消息 都是比较欣向革命的 但是这个革命的蔓延 也不是媒体人 所能完成的 关键还是因为什么呢 关键还是因为 清政府自己犯了错误 如果他自己不犯错误 媒体人做不到 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 你包括革命党的媒体人 能够有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公开的鼓吹 比如说他的报纸 经常被查封 查封不知道我还可以办 关键是清政府 到了1911年的时候 这个清政府呢 也相当理性了 他们有新闻法 当时叫暴律 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暴律 来管理政府 管理这个媒体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所以 所以革命党 还是这样的嚣张 嚣张了以后呢 实际上他们 觉得他们嚣张也没有用 也撼动不了这个政府 所以 批中有一个暴人 很著名的暴人啊 叫汪精卫 就干脆 说上北京 我就刺杀色政王吧 当时色政王 是等于是全国最高的首领 我这还没有用啊 我半半五一 我攻击清政府也没有用 那我干脆我就去干这个事了 完了结果还没干成 我还要提一点就是说 当辛亥革命成功之后 在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 我们发现 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 同样在武汉 前面这个大江报 被查封 人被抓 受到待遇非常的宽松 但是后来 仅仅是因为 后来一个大汉报 仅仅是因为他们表达了 对当时 湖北的军政首脑 袁洪那一点不满 就被查了 而且 这句话很厉害 我不得要查你 我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的环境到了袁世凯 死后 才重新宽松 但是 好日子没过多久 到了 再一场革命 国民革命的时候 国民革命以后 媒体 媒体的环境又大坏了 就是对比北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 立体 这已经是两个天地了 在北洋时期 绝对没有 没有媒体检查 没有信息检查 但是到了国民党时期 就有了 媒体 就要频繁的开天窗了 当然 到了后来一场革命以后 媒体连开天窗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们说南王周末 那个开天窗 我们是夸他 实际上 我查过了 他们不是开天窗 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所以说 所以说 中国的革命 也不见得都是好事情 谢谢 张明老师 我刚刚为什么说崇拜他呢 因为我昨天认识他以后 他就讲了很多 非常具有细节性的 辛亥的故事 刚刚提到汪精卫 我想汪精卫买炸弹的故事 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他是这样的 汪精卫本来是办民报的吧 我们说他是媒体人 也是跟我们遗忘一样 虽然他是汉奸 但是你也知道 他还有一个称呼 就是民国师大美男 师大美男 所以不辱没了我们周围的媒体人 他是觉得搞宣传没有用了 于是就很激动 于是就干脆就去干事事吧 干事以后呢 他们就组织了一帮人 一帮年轻人 就是非常年轻的一帮年轻人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南洋富商的小姐 叫陈碧君 当时在19岁 方林年方28 年方28多一点 年方29这样的 然后呢 他是有法国护照 他可以去偷运这个炸药 于是他们就去 他们先查清楚了 社政网每天找人上潮 毕竟经过压二胡同的一个小桥 这小姐已经没了 他们就在那个桥底 买大药 就设计好了 先找一个铁浆铺 打了一个巨大的铁罐子 能按螺丝的 还上电线 然后呢 引爆的装置 没有那个按钮 是用那个 我们摇霸电话机 你们见过没有 有没有 岁数大一点的 摇霸电话机 引爆 这个 制造大药的这个 这个专家呢 当时有两个 一个是黄富生 一个是余佩伦 他们两个人都是做 制造大药的 完了 我来引爆 但是那炸药非常厉害 后来就是被破获之后 我是查出说 如果他在旁边引爆 也不远嘛 远了这个电话线是不行的 那个电力不够 那个引爆不了 这个引爆人必死 所以汪精卫是抱着必死的信念 去把 去刺杀了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那天晚上 在那儿埋 但是呢 就一个很偶然的事件 我已经写了 就是压儿胡同的 有一个居民 那天跑住 北京城啊 那时候建设得非常好 就是绝对不允许 随机打变 他晚上 在公屋厕所呢 有没有路灯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灯 所以他就 跑那沟里去 方便 高厘房一蹲一看呢 这个桥那儿有人 在那儿 咯咯咯 搞事 如果 这个事如果发生在 这个什么广州啊 发生在上海啊 发生在 甚至台湾 我估计甚至就没了 因为他们那些人都不太 过些事 但老北京啊 那些人呢 特别过些事 你想这个 三更半夜的 在这里头脚底下搞事 飞奸机到 天后的 就 喊 第一张上 大家都知道 警察来了 这几个人跑了 一看 发生 已现 连电话机都 都给破获了 破获了 完了呢 这个 这个谁呢 这个 当时警察也比较不错 因为我们刚才 我们的袁 袁大总统 袁 袁世凯 新智办的警察 办得非常漂亮 已经学会了 西方到侦措 侦措方式 第一个是说 暗户找人 找了体验铺 暗户找人 还有一个呢 是蹲守 蹲守 就两个线索 蹲出来 最后 把这个 把这个 王晶这个 黄复尘被抓了 我来补充一下 就说 他也在 王晶被临死之前 陈碧军 说 你太伟大 你马上就要死了 今天晚上 我就卸身了 他们的爱情 就这么发生了 后来就被抓了 抓了之后 抓了之后 以后呢 当时审案 是一个是 所谓这个 就是这个 司法部的 司法部的 就是管内政的 一个厅长 就是 张忠祥 就是五四 是那个大外国贼 张忠祥 第二个呢 是内务部的 部长 桑书 就是 善四 就是那个 我们素 著名的素心王 就是川岛方 他爸爸 这两个人呢 是著名的 开明人士 你觉得 一见王晶薇 王晶薇的人 特别的 就是 在那个 审慶天的时候 是侃侃而谈 出口成章 而且长得是 一表人才 这俩还没看 这好啊 这小伙子太棒了 起了爱才之心了 就有心成全 就没杀毒 一想安当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人是毙 应该被枪毙的 没杀 就给他留那 不久我们知道 第二年我们就先上那边 就给放手 我给你讲一个细节 放手的时候 北京人 成千上万的 堵监民口 一堵他的风采 哇 这漂亮的男人 这漂亮的男人 哪找去 打的鼓掌 谢谢张明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请 漂亮的男人 站起来了 我特别要谈到 丹青兄 陈丹青先生 在2004年吧 05年 我在台湾的一个杂志上 开了一个专栏 就叫 这就是民国 我写了五篇 每一篇 大概万把字 觉得负担很重 太累了 不想写 割下了 可是到了2008年 我们请丹青到了台湾来 参与一个文学营的演讲 那个时候授课 就当时吃饭聊天 我就注意到丹青 时不时的就会感叹 这就是民国 我想你怎么知道 我写的那个专栏呢 后来才知道 他有民国法 他有一套论述 而且他的确也启发了我 或者启动了我 再一次重写 那个专栏的意志 我谢谢他 我到现在都没想好 说什么 我想问问在座 有没有哪位 举手冒昧 问就是1949年出生的 有没有 台上有 您是1949年出生的 四几年 49年 那你和共和国同龄 有没有49年之前出生的 有没有 我是 对 我正想说 刚才吃饭的时候 问了钱老师 结果他是39年出生的 那一算呢 49年他已经10岁了 所以他全记得 而且在上海 上海解放他都记得 因为我后来问我父亲 上海解放那几天怎么样 他说就听见外头炮响 等到解放那天呢 就看到国民党军人 很多散兵游泳 没有枪了 就在马路上乱走 很累 坐呢 等着 就不知道上哪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舞厅照样跳舞 电影院照样放好莱坞电影 有那么两三年的样子 大概到韩战起来 这才停下来 所以民国对钱先生来说 是有记忆的 有质感的 那像我这类狼膏子 解放以后生的呢 就其实是很晚才知道 民国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小时候 对民国的印象 就是枪毙人 因为小学的时候 全班带着去看电影 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 那小时候看着最害怕的镜头 就是不断的枪毙人 二七年四一二清党 此后快要解放前夕 国民党在上海马路上枪毙人 所以你只要拍到那段时间的影像 国外的黑白电影 中国的黑白电影 都会重复这些镜头 就是这是我小学 中学时候对民国的想象 我一直到很大了以后 才明白过来 原来我父母小时候 跟我讲的事情 都是民国的事情 也明白我的父母 都是民国的干部子弟 等于是 我在自己的杂文里头也写过 就是我是军警系统的 我的爷爷是军系统 我的外公是警系统 那么我现在才明白 应该多听我父母说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说的就是第一手资料 我母亲在十五六岁就离开家 去军队里面做文艺宣传队 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 这个救亡演剧队 母亲的家呢 是在浙江的宁波外头 一个地方叫慈禧 离蒋介石故乡也很近 大概在三七年吧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我母亲就离开家 因为我的亲外婆去世了 我的外公又娶了另一个太太 我母亲就家里得不到温暖 性子又比较直爽 不服管就走掉了 当地有个小报 就会有消息 说张家的某某小姐 投笔从容 这个就是民国好玩的地方 一个小镇上 一个警察局长的女儿 要投笔从容 其实我母亲就是个小孩子 十五六岁 照片都有 结果跟了什么人呢 跟了当地的一些中学教师 和无业青年 就说要去抗战去 这是民国很多事情 蛮无厘头的 就随便地方上 哪个人想干什么事 他真的就去了 这个当时已经有延安了 这个他们还没有到延安去 就太远 而且当时国民党是国军嘛 就到国军里头去 所以一路到了武汉 武汉收编以后 就小女孩就分到那种宣传队 宣传队然后一路辗转 就派到安徽 就在大别山的一带 就专门演出那些抗尔旧王的 那些小话剧之类的 给前线的这个士兵 但其实从来没有打过一次仗 也没有见过一眼日本人 结果一天到晚干嘛呢 一个是行军 一个就是开会 到我妈妈很大了 才明白给他开会的全是共产党 就是国民党当时 在江浙这一带 安徽这一带的部队 宣传这一块 渗入的都是共产党 这又是民国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你今天不能想象 在我们三十八军七十六军里头 有另外一群党员在里头 这个弄宣传队 不能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关于民国的胡说八道 其实都在讲今天的事情 都在讲共和国的事情 把他俩做对比 所以我们就是会 我们这几代人会缺乏想象 就是民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母亲如果一路跟他们混下来呢 解放以后能混个干部当 怎么呢 因为当时中国最早的 做话剧的 做编剧的 一批前辈 就在他开会的那群人里面 比方有一个文化部 后来当了官的叫邵全林 就跟他一个剧团 还有中国最早话剧的 这个实践者之一叫刘保罗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这个圈里的人 刘保罗 死的时候三十四岁 我母亲跟他一起 这个他是导演 又是演员 我母亲当时十几岁 看他就看了很大的一个人 他怎么死呢 他演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什么剧 当时 这个主角是要自杀的 手里拿把枪 结果枪里有子弹 就当场就把自己打死了 这个在话剧界 你问老先生都知道的 此外呢 那就是每天行军 完了 吃完饭 就开始开会 他和我母亲就讨厌 他后来才知道原来共产党 那个时候就这个作风 就是要你检查 你今天心里想些什么 这个思想是资产阶级作风 自私 你要怎么样 可是这些 这个小党员呢 这个钱分下来又自己吞掉 这个平常还偷偷谈恋爱 表面上就是仁义道德这样子 所以我母亲没有政治觉悟 就觉得这不好玩 不好玩 跟这些人在一起讲话 讲不过他们 所以我母亲没有继续参加革命 就走掉了 后来 到抗战的晚期就走掉了 那么 这是我母亲的经历 那我说你16岁走 你就没怎么念过书啊 她说是 我说那你中文怎么那么好 因为我母亲到现在 还在纠正我的错别字 她其实也就是连高中都没有念完的 那我说你的老师是谁 她说是个汉奸 是个汉奸 所谓汉奸就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在他家乡 就是要有个维持会 日子得过下去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汉奸 而这个汉奸当然是 三七年以前不是汉奸 是二七年左右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留学回来 我母亲回忆 就是我母亲的带的孩子 中文是她教的 我说教什么中文 她说就是古文官子和昭明文学 这个我 我那么一点点会念唐诗 是我母亲教我的 那么我母亲就是这个汉奸教她的 同时 最近我才问出来 我母亲的英文也是她教的 就当时这么一个小镇上的老师 是从日本留学回来 兼教古文和英文 显然她一定日文也不错 那么当然她汉奸不去说她 政治上就判掉了 这个 但是我很想知道 今天慈禧小镇上的一个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 能不能兼教中文和英文 而且是古文文言文 这是现在和民国的一个差别 那我父亲的那一边在广东 在广东 我的祖父是27年黄浦军校第七级毕业的 毕业以后呢 干的是宪兵 这个这一行 管宪兵的 那么我就问父亲 我说你当时上学怎么样 我父亲是好学生 成绩好一路学上来 他最近也跟我说过细节 原来兼他的中学校长的人 同时就是当时的 广州的特务佗子 军统里头的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他真的是有学问可以当校长 他自己还兼课 还兼课 这个细节我是最近才问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紧迫感 有一点点像龙英台 希望从他母亲那儿 都知道一些他们的往事 因为我们五零后这一代的父母 绝对都是民国人 解放初期差不多都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那今天的七零后八零后的父母 差不多就是我这一代人 我们可以跟孩子回忆五十年代 但我们没法回忆上一朝的事情 这个我是历史知识太少了 中国这么多改朝换代 秦汉 魏晋 魏晋 隋唐 但是我相信没有一次 改朝换代 像从民国到共和国这样 这个断层这么彻底 历史记忆给毁灭的这么干净 我本来今天想略微讲一讲民国关于文艺方面的事情 因为今天不凑巧就是我的另一本书 就是我七次讲鲁迅的这个合集 今天印刷厂没有办法交货 所以要晚了一两天 那这里面有六篇呢 可能有些在座的朋友已经读过了 我收在退步集续编和荒废集里面 但最近讲的这一篇呢 到了一个我可以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 就是鲁迅和美术的关系 那么我在讲完以后 因为限定十分钟发言 讲完以后我回去想想 还有很多资料要补进去 就扩充了内容 而且添了一个附计 这个补计 这个补计呢 我超了三份东西在上头 一个呢就是鲁迅每年的书单 我选了两张 很吃惊 就是鲁迅在移到上海以后 大量的买西洋画册 大量的买西洋画册 我选了二八年和三一年的两份书单 这个三一年那份书单里头 美术画册 包括世界裸体美术全集 世界这个日本裸体美术全集 当然还有宋朝的画集 这个民国时期的画集 还有其他这个西洋前卫艺术画集 加起来有一百多种 占他一年构书的五分之一上下 非常多 我抄了书单 第二个呢 我抄了大概有二十来封信 就是鲁迅写给当时的左翼青年 关于木克上面的一些交代 非常平实 非常亲切 所以关于鲁迅和左翼的关系 他和画家的这段来往 其实蛮形象的 就是现在大家都指责鲁迅很左 当时跟左翼的关系 似乎是他的一个污点 但是要是有兴趣看看 他和左翼木克家的来往 可能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层面 那最后呢 就是鲁迅写的一个 北平建谱的序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篇文言文 这样的文言文 我想了一下 就是建国以后不允许用这样的文言 再来写文论 再者也没有学者有这个本领 用这么漂亮的文言来写文论了 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呢 就不需要说了 肯定没有人能够能够 甚至读也不一定读得懂了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又一个断层 就是民国的话语和我们共和国的话语 这里面的一个断层 这里面的断层 我相信大家跟台湾的朋友交往 都会有这种感触 就是我们两边的语言先就不一样 先就不一样 怎样的不一样 这里面细节很多 比方大春今天组织 我想大家可以开开眼 他这一套语言 我相信在大陆 大家能够遇到的主持人当中 书生的主持人当中 不太容易遇到 我女儿从国外回来 她完全不会写中文 也不会读中文 她看中国的春节联欢会 她就会说这个主持人很好 我说这个主持人是从台湾来的 她能够分辨出中央台的语言 和这个她不知道是谁的语言 这里面就有差异 台湾的主持人未必在说文言文 也未必有用词上 跟我们有特别大的差异 但她一路讲下来 她作风是两样 作风是两样 那么我剩下时间不多了 这个我非常快地说一下 我对民国文艺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我一直拿民国 翻回去想的那个处境 来对照今天的情况 我才明白民国文艺的一个乱象 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一个自由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 贾尚科你不知道有没有资料 就是民国的所有电影制作出来以后 当时绝对没有一个广电局在那里 审查这些电影 可是呢 在鲁迅的笔下 国民党时代沿路非常紧 他的书很多被禁 但是刚才是你讲到一个 就是审报纸的问题 审报纸所谓的官厅是警察局审的 他也没有一个专门机构 说是来审报纸 是不是警察局 所以这一方面说明 民国的很多行政系统还不完善 统治系统还很幼稚 这个有党制 这个有审查 有逮捕 有枪毙 有镇压 都有 但是呢 跟我们后来能够经历到 这么完善 这么奏效 这么强大 无所不在的这么一个控制系统 这是不是小巫见大巫的差别 不是小巫见大巫的差别 但是我要说一句 就是民国人没有得到的理想 应该说实现了 因为我想民国无非想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强国 一个就是所谓利人 那强国这件事情上呢 民国看到共和国 尤其看到今天的共和国 那是羞愧难以 这个你比卫星啊 你比核武器啊 你比这个飞机啊 什么武器 都没法比吧 没法比 那很土 很落后的一个国家 可是在利人这一块 我相信 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 看到民国 还是得羞愧 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 敢做敢当 敢死敢干 我们在民国人面前 这是羞杀 根本没有资格说的 而且最惊人的是 这二十年的奴化 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强化 我在所有大学看到 都是奴才 当然我本人是自身奴才 这个很侥幸能够在这这么讲几句 这是民国人完全看不懂的一件事情 完全看不懂 十分钟要到了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 这个奴才太少了 我本来有三个问题要问的 可是他自动担心把他对于民国美学 对于鲁迅 这个都谈 我补充一个 第三个你没有提到的 那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你好像还有一些 就是不管是两岸语言 或者是民国语言跟共和国语言 这个语言后面应该还是有一些深化的 或者制约性的一些机制 谈一谈这个吧 当然当然 这个也是我没有学问谈的一件事情 就要反省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头 最要紧的一项 就是语言革命 白话文革命 白话文革命呢 它当然是有正面的效应 也就是说 从这个奥口的古文里头走出来 然后为士大夫阶级服务的这么一套语言里头走出来 当时四万万多中国人 大部分是文盲 那这个情况呢 在这么八九十年以后 是改变了 但是另一件事情呢 就是未必和当初胡适 成都秀这群人的初衷一样 就是 第一 这个文言被消亡以后 这个白话文一路到今天 这里面的很多弊端 未必是五四第一代人能够料到 那第二 五四第一代人能够看到的事情 就这样一场白话文运动 但当中是被劫持的 被一个庞大的一个文化激进主义 而且这个激进主义是由政党的形式被劫持 而且在四九年以后 它变成一个国家权利 所以文字改革也好 简体字也好 这个词后的文革语言也好 种种一直到现在的新华体 到现在的网络语言 从一路下来 我想都要追溯到 五十年代初 这个强行改变的语言方案 当然台湾的情况不一样 台湾到今天还没有废汉体字 是吧 台湾的白话文运动 也没有因此受阻 台湾可能有台湾的文学问题 语言问题 但是跟大陆不一样 我没有能力谈谈这个问题 谢谢郑青 谢谢 依据表定的指示 我们应该还有二十分钟答问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把麦克风带到地板面 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尽量简短 能够一两句问出最好 答复的时间也是一分钟到两分钟 谢谢 现在可以问了吗 我第一个问题想先问张大春老师 就是说 然后新年之际看到 马英九先生的新年之词 然后今年是民国百年 然后就是说 然后大陆和 刚才你也谈到 就是丹青老师谈到 那大陆和台湾这话语体系是断裂的 然后其实真正的中 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和血脉 是真正在台湾保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想问的是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 龙永财先生有提到说 他有两个认同 一个是价值认同 一个是情感认同 我想问一下 您对这种统独问题 统独问题的实质 您是否认为实际就是价值认同问题 取决于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化和 对现代文明的拥抱 谢谢您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问 丹青老师和张明老师的 就是说今天我们谈 辛亥百年回望 谈辛亥革命 然后今年是中国宪政百年 民国百年 那我觉得民国和当今是两个维度 但是维度之间我们今天回望 它有一定的联系 就是说如果说在民国的话 当时如果没有晚清的 皇族内阁 宋教人没有遇刺 然后当时是 也有可能走上联省资质 联省资质也好 甚至辛亥革命可能就没有爆发 然后回到今天来看 前几天校署 前几天校署先生写了一篇说 重建人性的微循环 他就提出说当今需要的 不是彻底的社会革命 而是说人性革命 价值革命 我想问二位的就是说 无论是在民国的当时 辛亥革命之前 还是在当下的中国 革命是不是是最好的选择呢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呛我的 就是统独我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统跟独都面临一个最 大家都不会承认 可是好像都非常期待的一个答案 就是 明明是一个有迫切感的问题 可是大家都不会说 我太迫切地要求统或独了 我只是捅还是独 台湾有非常激烈的激进的要要求迫切独立的 那么大陆观看网友也知道 有很多是迫切的希望赶快捅的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在独和捅 而是在那个迫切感 也就是有一个迫切感是完全不能容许保持现状 这四个字的 台湾的政府呢 看起来也只有拿保持现状当作一个护身符或者是挡箭牌 反正保持现状就可以了 那什么是现状呢 现状你会不会规定现状不会那样发展了呢 或者说两岸的政府或者是人民会不会基于某一个什么样的爆发点 就让他现状就不在了呢 或者现状会加速了呢 看起来那护身符是没有用的 我一向不喜欢讲保持现状 因为就客观的事实来看 任何人类的发展或者是文明的发展 或者是政治跟经济体的发展 他只要是有进程的 他就没有现状 他就随时在修订 随时在改变 随时在立法上也会有调整 基于这样 我的看法永远是 我迫切吗 我迫切的要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或者是我迫切的想要正式向世人宣告 我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我一点都不迫切 我认为天堂可以等 英文的话 叫heaven can wait 天堂是必须等的 假如你期待你要等待的这个天堂 如果你说地狱 你处生的地方如果是地狱的话 那地狱从来就没有 不让你等的 所以干嘛那么迫切 你是问革命还有没有用啊 革命 你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百年过去了 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相信以你读过的历史来说 其实没有这个问题了 也不可能了 它已经发生了 它已经发生了 辛亥革命一百年 今年会是蛮敏感的一年 对我们来说 对你来说 我相信好的一面来说 它是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原来在共和国之前 还有一个共和国 还有一个共和国 因为这在英文上 Republic是一样的 至于你说到 说到宪政 那个扯淡 哪有宪政 现在 根本不可能 那件事情 所以在好的一面 你知道前面还有一个 一个共和国 那么在不良的一面呢 我相信今年说话会非常非常 现在今年刚刚开始 它还没有管下来 我相信今年关于这个话题是 可能要比建国六十年 还要敏感 还要敏感 所以我说话当心一点 你说话也当心一点 因为这是他最怕的一个年头 那个我太 我理解你 他问话的意思 就是当口 就是在那个当时辛亥的当口 这个是不是立宪 如果能够 如果当时的立宪 能够搞得比较好 当然我觉得比革命好 因为事实上后面的革命 革命完了之后 发现都不是太好嘛 就像李中仁先生讲的 我在晚清的时候 他觉得还有点朝气 每天都在变好 进入民国之后就变黑暗了 他是过来人嘛 他有这感觉 我想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你革命 你倒在 也就是无微地挂个牌嘛 我打个比方 我说原来讲是家族 他人家挂牌的公司了 牌挂乱债 还是这个牌 当然在没栽 你虽然是叫民国也好 叫人民共和国也好 都是反正这个牌嘛 都没栽 但其实内容早就不是了嘛 早就不是了嘛 但是这个 但是问题是说 当时的立宪能不能搞好 它从事上取决于清政府 他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和平变革的 最大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个清政府 他不犯错误 但是有什么力量呢 阻止他不犯错误呢 有什么力量 能让他和平的去过渡呢 让他一点点改好呢 但是我们就没看到 他当时他犯错误 他其实在一直到 一直到这个黄瑞阁发生之前 整个中国的阻击掉 就是立宪 他根本不是革命 革命就是险界之机 就是孙日山他们在 那个颠面的地方 顾些人搞点 搞点事 别说没成功 就成功 都不足以 撼动大局 主席掉是立宪 但立宪的主席掉 为什么变掉了 就因为大家 搞这个人 这些人 整个全国的一些私生们 尤其是拥护立宪的私生们 他们极度的失望 我的研究也告诉我 如果没有立宪派的参与 这个革命是根本成功不了的 但是你为什么他就失望了呢 而且是极度的失望 那我们有没有 我们能不能挡住这个失望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老是面对这个尴尬 你可能是需要一个 慢慢的过渡 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皇帝的 需要进入力 要比中国还好一点 但是你哪找这个皇帝去 中国老是一次一次的 我觉得历史特别好玩 总是一次一次把自己推到 那个尴尬的经济上去 卓也不是 又也不是 我们中国人是很悲剧的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要提 就是现在我们提到民国 大家都想到民国是理想自由 以及为追求理想和自由 所付出的努力 这些代名词 然后呢 刚才陈丹青老师也提到 其实在民国的时候 有很多枪毙人 有很多这种 有很多黑暗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民国 是我感觉是一种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民国 或者说 一种被美化了的民国 我不知道这个观点 对不对 然后请哪位老师 张明老师 或陈丹青老师 方便给回答一下 对 其实对今天的年轻人 说民国的很多事情 是蛮犯忌的一件事情 但不是因为犯了这个体制的忌 就是年轻人会不舒服 我在上一次理想国的活动当中 就跟谢永先生一块儿谈民国 他着重谈了民国的教育 和今天教育的差异 结果谈过以后 听下来 当然年轻人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民国时期 像燕京大学 北大清华 然后南开 这一路下来 包括西南联大 培养了一些 可能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个最优秀的学者 而且很多人得了诺贝尔奖 可是1949年到现在 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得奖主 是在大陆的教育体制下 培养出来了 那这会让今天的大学生非常沮丧 然后发言完了以后 就一位女生 我相信她大概只有 只有二十二三岁 她还还在上学 她就大声的说出来 她说我觉得我们学校很好 我们受的教育也很好 然后全场就有很多同学虚她 我们千万不要虚 这是文革的作风 让她把话说出来 我知道年轻人非常不愿意知道 就前面那个共和国 实际上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样 也不像我们被告知的那个样子 这是其实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想我们其实根本还没有 真的展开来谈 就是民国最珍贵的那一面 而且是被我们被蒙蔽的 被切断的那一面 如果真的说出来 我们真的会非常沮丧 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虽然国家从来没有这么强大 你不知道这六十年 中国现在全世界枪毙人最多的一个国家 从数据上来说 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每天每年多少人枪毙 你知道不知道 OK 的确其实我也承认 现在有一种美化民国的倾向 因为在网上 好像民国是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教科书或者我们的 一般的历史叙述 都说民国是黑暗的 军阀割据 民不聊生 科兼杂碎 多得不得了 后来又变成很光明 一片光明 其实我觉得 其实 民国是个五光十社的民国 你比如科兼杂碎吧 你就是像那个 在子兰飞里头说 捐税征到了 2010年 这个事在民国是有的 四川军阀 在川北那个刘春后 他就是把田富玉争 争到了2010年 一点都不差 但是同时 还有些地方 你比如像 你比如像三西 三西老百姓 说实在的老一点老百姓 当年还还那些 这个元宜山时代 所以最富的还是那个时代 这个你怎么能说呢 你怎么能讲 说我们讲 民国教育很灿烂 但是民国也有野鸡大学啊 很多野鸡大学 但是人们没有人去在乎野鸡大学 我就是买一个文凭而已 没有人会在乎他 没有人去夸耀 不是像现在我们中国似的 那个西太阳大 西培阳大学的这个博士 还是崔 对不对 他知道 我就是要买一个东西 而已 他也有 好的校也有 坏的校也有 也有 就是民国他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民国的像我们讲民国的杀入 民国的黑暗 或者民国对人的限制 跟现在绝对不能相比 是 白星老师讲的枪毙 他是给那时候给我们的教育 这个印象就是 就是民国老是黑暗的 老是到大街上枪毙人的 其实没有这回事啊 枪毙人的反而是后来我们多啊 我们正反的时候 那是集体枪不一样 一群人拉出去 机枪扫射 你以为这是国民党吗 这是我们后来干的事 我们的学生研究正反 档案看完之后 神经都崩溃了 你不信你自己回头 如果你有心思 有点这个 去你去看这个 我们公共国的档案 尤其政治运动档案 你去看 你一个女孩子你看 我跟你说 你要真正认真看一星期 你 你如果你能够安之若树 我就佩服你 我完全佩服你 我就佩服你 你现在是世界上神经第一号坚强的人 他能做出来 你都不敢看 这就是现实 不要想 就是我们想我们想说我们可能民国 民国当然有黑暗了 民国谁说没有黑暗 但是民国我告诉你 就是那些流氓 土匪 军阀 他们一个一个的 还真都有挺有个性 他们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一讲 是不错的 我就 我曾提过一个 我说 人家说那个张勋是很不怎么样子的 但是张勋至少对他的家乡老百姓是非常好的 这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他都盖给他房子 所有永安县的人 永安县县的人上北京大学 费用他全包啊 但是现在我们的探官不都是家乡人吗 对自己家乡多狠啊 你能想象到吗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这个我插一句话 因为我也是这个凭空想象民国 然后我我也有时候会想会不是过度的美化了民国 但是我有一次看到这个楚安平先生 他在五十年代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理解了 因为他在民国年间 他是编这个观察杂志的 然后四九年之后他编光明日报 这个四九年之后是光明日报的主编吧 应该 他跟罗隆基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老蒋的时代 民主是多少的问题 今天是有没有有无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区别 我这有有一个问题想想问一下 那个同一个问题提给那个钱老和陈丹青老师吧 就那个之前 就最近这一段时间也之前也有新闻媒体也有报道过 就是那个现在的一些家长 对那个就因为对现在的中文的一些教育就不太满意 然后就特别追捧当年民国的在在国文这方面的教育的一些教材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尽管我们知道就通过这个就追捧当年民国的一些教材 肯定不可能实现说让我们现在我们今后的孩子都都做到像那个陈丹青老师之前在新周刊的发表的那篇民国范里边 那篇文章里边提到的不可能说让人人都成为那个时代有有那样的范儿的人 但是就是说家长们毕竟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或者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 就他们他们的这样的做法你们是怎么来看待的 谢谢 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来比较说这个我感兴趣不是教材本身 就民国教材和今天教材怎么比较 我感兴趣是追问背后这个教材本身的那个背后的体制 这个民国有一点非常突出的一点 就是说他的那个教材是多样化的 而且没什么审查 他没有所谓审查教材最说的 所以他是可以有一个多元的一个自由竞争的那样一个教材 教材当中就可能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 那他的好取舍最后是通过实践 你这个教材取好能够教学取得效果 你这个教材自然 他不能都是教育市场 你自然你这个就成了 所以大家今天讲为什么开明读本不一样大 他是经过竞争出来 我觉得我们今天教材 不是我们今天不能编教材 我相信今天应该说比 比例就是要编得更好 因为时代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但我们现在教材有这么多问题呢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教材审查非常的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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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的 你们都不能 想象 是吧 我举一个跟我有关的例子 我好像不该在哪家 有一个教材 我参与这个教材 是吧 这个 最后 就是不能数我的名字 因为数我的名字可能就通不过 于是我就有一个名字 所以诸位也注意 我有名叫 赵钱 赵钱生 所以你看那个赵财背后 署名是赵钱生编 其实就是我编 为什么呢 我的名字不能出现 那就 你就看出这样一个体制 这样一个审查制度上 他对赵财的一个 一个 审查 我觉得可能 我们更要追问 不是教材本身 是吧 而是在教材背后 这个问题可能是 更带更明显 这一点我也想插一个嘴啊 因为我们台湾也有 以前叫联考 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啊 可是 我知道对我来讲 或者是对我 我自己看到的 有效率的教育来讲 大部分 这个现在的这个 这个教育里面出现的问题 也不单纯是 有审查 台湾也有教材审查 以前啊 现在呢 比较松 松很多 而且看起来没有什么 政治上面的问题 可是仍然有一个背后的问题 那就是 教材是替 考试服务的 考试是替 某一种竞争形式服务的 这个社会如果需要 有某一种精英 或者 只要一种精英 今天我们中午吃饭 还在讨论这个 如果这个社会 只要某一种精英 在台湾 在这边好像叫三好生吧 在台湾就是 德智体群美 五欲并重 说是这样说 但是 这五欲 他都想办法 他融入到 升学和考试的体制 如果是这样 那 这个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台湾那现在 造就出来的年轻孩子们 越来越单一化 越来越一元化 好学生只有一种了 以前的好学生 我在我那个时代 我感觉到 千样百样的 有活泼的 有拘谨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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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分的 也有狂野的 现在好学生就一种 就笨的 他因为他只替考试服务 我不知道 我听说大陆的这个 考试入学 也越来越体制化 越来越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真正我觉得两岸 共同的问题 就是如何联手起来 打 打击这个 升学主义 或者是考试至上 那么这个背后 如果有融入了这个思考 我们才去编教材 那 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可能会 真的会有 碰到有效率的教育 而且言简易改的教材 都会出现 谢谢 对 大陈 你刚才这个就是台湾的语言 说哪一天跟大陆联合起来 打击这个升学的 这边没有这样说话的 打击什么 我用的是因为两岸 两岸 经常说 我们台湾新闻经常说 两岸联手打击犯罪 所以我刚才就故意用了这个 打击犯罪可以 不能打击教育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还是想继续回答 刚才那位女生的问题 关于枪毙人的问题 民国时代的枪毙人 有一个原因 是中国真的 那会还在一个前现代社会 所以呢 就是 你像英国一直到 1930年才最后 废除脚刑 所以在很多 铺里犯人的 手段上 非常残忍 不幸当时已经有了 有了电影 所以有影像留下来 而且解放以后 他反复的放这 这一个人被枪毙了几万次 大概这个 就是放 所以给我们留下 这宣传是非常 非常有效的 刚才说到民国的文艺的时候 民国因为 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党 一个 一个早期的国民党 而且民国元年 一直到1949年 几乎没有停战争 所以那样一个政党 虽然他要党制 他也称为党国 但他实际上党制的能力 跟现在根本没法比 他根本顾不上 所以文艺那一块 反而都留到左翼那边去了 左翼的文艺力量非常强 就等于有点像 今天的当代艺术家 都往七九八宝 都往宋庄跑 他在民国的时候 最有才华的一群人 都往那边去了 这是我们真的要了解民国 必须要知道的 但是有一点 就是民国枪毙人的时候 是让你喊口号的 他绝对不会让你 没有人想出来过 把喉管切掉 那在我们的时代 张志兴被喉管切掉 绝不是只是他一个例子 我所知道 就有四十几个人枪毙 集体被喉管全部切掉 就跟生猪一样 就那么拉出去枪毙 就在我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些年我还在网络上 看到枪毙人的照片 半边脑袋给崩掉 这个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我再插几句 其实我觉得刚才问你 郑财的问题 就是语文教材 我都想反问一下 我们的语文教材 是语文教材吗 我都觉得像政治课教材 还有我想 那开明读本 为什么不能当经济教材 有什么道理不能当经济教材 我们再容许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时间就到 我刚才听的这个都入神了 谢谢张大学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提给那个中间的 千里轩老师 广军老师 还有贾档科的导演 那个是这样的 我想顺着刚才后面那位女生的问题 继续往下说 她说可能民国在我们看起来 是不是那么的好 也的确就是 清华大学原来那个 葛德汪老师 他在写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下线 他设在1984年 1894年 他说从1895年 甲午海战战败开始 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就开始了一阵喧哗和骚动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一起怀念民国 也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某种现状 有某种不满或者说无奈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民国首先是第一个 民国在民国受教育的那些老人 或者说 像陈南青老师笔下那些 有民国范儿的那些人 正在逐渐的 由于新城代谢不可抗拒的原因 逐渐的离我们远去 像守望北京城 一百 今年刚过一百岁的北京大学 侯润之老师 但是他现在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然后第二点 我们民国好不容易那些流程下来的 那些文艺作品 或者说那些古建筑 古村落 正在以大规模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 但是那我现在想问的是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也没有权利 或者说我们也不是主导这个事情的人 我们可以对此做些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 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 但是我发觉一点就是用了没有 像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的 楼庆熙老师 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乡土建筑的保护 但是他说他到下面乡土建筑去调研 去考察 根本理都没有人理 一个小小的区长 因为为了GDP的功效 两三年换一任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一片古建筑 全部都拆光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想提给贾导 还有王军老师 还有千里群老师 可不可以从你们三个 各自关注的领域来谈一谈 难道等我们的后代 等我们后代的后代 想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民国范儿的时候 只能从陈丹青老师的著作中 或者贾导的电影中 去追寻那份逝去的神韵吗 谢谢 怎么说呢 刚才就大家来讨论的时候 我想跟这个话题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 如果我看民国 我可以从今天去看 你比如说 我就会想到 就是说 这个过去的这六十年 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会记得很清楚 一个对我有很深的 影响的一个老前辈 他如果说那会儿 在毛主席那会儿 就是领导要 要管理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就说不给你工作了 就这么一句话 就没有工作给你 我记得有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叫苏星北 被打成右派了 这个他有额是钱 到街上去买吃了 没有一家卖给他 都是国家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恐怕比枪毙更吓人 那么 那我就觉得呢 这三十年的一个 很重要的改变 因为我是写建筑的一个记者 我就觉得是九八年 九八年的住房子 室友化 室友化 这财产权就是人格呀 我在九八年之前 我谈恋爱 我得向领导汇报的 因为他有分过房子呀 我整天才看他一眼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这样来谈民国 然后呢 现在非国有的经济部门提供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 没事啊 我大不了我哪天给陈 陈丹兴老师开飞车 我也能两家户口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民国 这就是民国 我就觉得整个的产权结构在 在经过一次调整 经过了一次乌托邦式的一场激进 之后慢慢的往回 往回找 你刚刚看到那个乡村的那些建筑 它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他没有了人格 他的财产学系统整个被破坏掉了 包括四九年之后 中国的很多的古老的城市 北京 是吧 我一直在研究 为什么在一个和平时期 一个经济增长时期 北京的这些好好的赤和院 全变成威仪房了 而也是在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烂雕 而在古代哪个皇帝抓过威家房改造啊 是吧 就是靠着稳定的财产权 靠着公平自由的交易 他自己来流水不服 是吧 但是我们后来这一套产生体系的瓦解 对我们的心灵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高兴 能够再来谈民国 是吧 我就觉得现在 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也很像民国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有一点像那种实用主义的焦虑 为什么呢 就是说发现很多努力 其实个人的力量很微薄的时候 就带来一个很虚无的感觉 我也很理解这种感觉 但问题就在于说 可能就是我套用一个 我们刚派了一个纪录片 一个就是王克勤这个记者 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 他说这个 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 不努力肯定不会改变 我觉得做这种事情可能不应该 就是说看他立刻建议那个效应 如果我们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逐渐的去 去远离这些话题的话 那这个世界就 全力就会肆无之忌惮 为所欲为 另外一个扯的可能比较远 我觉得因为我从八十年代成长过来 然后每一次变革的希望 就是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周围很多朋友也都说 我们要变革 要体制改革 我们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作为个人 我觉得有一点懒惰 因为我们把整个国家的希望 变革的希望都放在体制改革上面 都放在就是有体制带来的体制改革上面 我觉得首先从自己能做的文化工作 着手可能是非常重要 因为人首先要改变 我们首先要变成一个希望变革 希望自由 希望民主的人 我们的这些希望才能到来 今天参议会我有点意外 因为在座都是年轻人 居然有这么多人关心民国 我觉得很奇怪 我怀疑它是不是具有代表性 实际上在我的感觉中 现在的很多的青年 实际上是 岂止不关心民国 对过去很多事都已经 已经不关心 所以我经常有一个 怎么说呢 我原来有一个估计 就是说 我相信过若干年 会有年轻会关心 我自己生活的时代 因为某种程度上 我是生活了三个时代 从这个民国开始 然后某种的时代 然后是后某种时代 我经过 但是我始终感觉 我所经历的这三个时代 已经现在这些人都关心了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会关心的 那当有一天 这些年轻 关心这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这些 生活的时代 给年轻人留下什么东西 他可能什么都不留下 所以我现在把我自己的写作 定位为未来写作 我就要把我这三个时代的体验 把它写下来 是给未来的 有一天 年轻人会关心 这三个时代的说 给他们看的 但我们想到今天 好像至少在这一分钟提前了 已经有这些关心的时代了 所以我就想到 我的责任 确实就是可以把 我们经历的东西留下来 够后人要关心的时候 他可以 要一个 给不了解 这是一个 另外我觉得 我就想起了 这个 沈中文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他说这个 观察社会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东西 一个是变动的 一个是不变的 我还是相信这一点 这个历史是不断地变动的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 它会永恒的 会不断地留下来 所以你看起来 现在很多民国 或者更早的东西 好像在消 包装传统 在消失 但实际上 它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还留下来 在很多人 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 也包括知识分子 还是 在它实际上是流传很多 从传统到民国 到以后的这样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位同学 这位不是同学 这位年纪归后 你觉得你怎么去了解过去时代 我觉得除了 看我们这些著作 看这些过去 你遗留下来的文字 还有大量的东西 文物文字 我觉得还有一个 你真正的生活到老百姓当中去 生活到这个 人的心灵身处 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传下来的一个东西 而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是我们民主的希望 它不管有多大破坏 它实际上是要保留 要留下来的 这是我建议 谢谢五位嘉宾 今天我们的时间好像过得非常之快 很快要到了马上抽奖的时候 这就是民国 这个题目本来设定 看起来我们的讨论 是指向辛亥 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 那个年代 所造造的一个国度 而且好像也围绕着这个国度 展开了某一些我们想象 所以今天看起来 大家的关切 仍然是我们脚下的 这个地方 这个时间 这个时代 以及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各位都已经塑造了民国的一部分 谢谢